有自信的人可能不會太在意這個 那如果他月亮弱 但是他在比如說十一功很強 交朋友交很多就好了嗎 可是月亮的連結 不一定是跟朋友有關聯啊 我可能在工作之餘 很開心跟沒有喝酒 我回家還是落淚 我搭電車還是落淚啊 那他在哪裡都會落淚好不好 所以他就更不適合出去 他就應該給我再加 怎麼亂解讀 早安 靈牙 片頭片尾曲由圖松鈺製作 歡迎大家來到龍星大樂 那我們準備正式開 停停停停 在這個過老又勤勒的島嶼 很多人迫不及待的想要出去找工作 那很多人在外地呆呆 就回不來了 到底怎麼樣的星盤是適合出國工作跟讀書的呢 我們今天就帶大家一起來看看吧 好 那我想問你說 你覺得為什麼大家想要出國工作 身為一個專業職場人的回答 我覺得我們分兩個層次 好細節 第一個是務實面的考量 我覺得主要可能是自己人生有興趣 或是工作質疑要發展的領域 誒 剛好我們台灣沒有合適的支持跟環境 例如我可能想要 可能賣銀想要去荷蘭 對 可能台灣沒辦法支援 或是台灣不擅長做這件事 然後第二個就是精神面的考量 就是在星盤的真相上 有些人的目標是想要探索未知的領域 或是探索整個世界 更廣闊的世界 那你覺得呢 如果物質面來講薪水比較高 但另外一個 我覺得有時候人是走投無路的時候 那你就想要換換環境 然後國外就是一個很明顯的選擇 當然你剛才講的那些是一個 我本來就對那邊是有喜好 想要體驗不同文化 但我覺得還是有其他 生命比較殘一點的 但是呢 情何以堪 如果要出國的話 不管語言 你會想要去哪裡工作 如果不考慮語言的話 我想去非洲國家 真的 然後被搶嗎 搶喔 搶可以搶不行 哈哈哈哈哈哈 這樣講好像不正確 超沒禮貌 沒有啦 其實主要 因為我一個人去過印度 對 然後其實我去印度之後 安全的去 安全的離開 對 那我就發現 在新聞中所知道的印度的狀況 maybe是真的 但那些狀況 是不是套用在我 我個人身上 其實是有一個問號的 我覺得是area欸 因為我覺得 通常大家會出去玩的地方 都是安全的 但我中途有去 就是比較小的城市 就不是觀光景點了 對 所以我其實是有實際去體驗的 那我之所以 如果不考慮語言的話 我想去非洲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 我們在影視作品中 對於歐美文化的 看見的想像是比較豐沛的 但我對於非洲世界 或是非洲國家 我很想要親眼的 去那邊生活看看 寫鑽石啊 哈哈哈哈 那個是南 南非又太都市了 我想去那種部落 或是雨林 你的意思是真的 當國親眼見證一下那樣的生活環境 然後豐沛一下自己對於世界的認知 嗯 你呢你呢你想要去哪裡 完蛋了 這樣對比下來我很熟 但我自己會想去荷蘭 因為大麻合法化吧 哈哈哈哈 但是我覺得 又不是只有荷蘭合法化 我覺得他們整個蠻開放的 剛才講的嫖妓啊 毒品上也相對前面 然後我自己也覺得說可以騎腳踏車 生活 這件事情我也有一點點嚮往 不去突然去別的國家體驗 就也辦得到 然後我就覺得是一個蠻好的地方 哦 你有考量到去其他國家的便利性 我覺得這點蠻酷的 因為歐洲就是很方便 嗯 但是因為歐洲現在快被核彈炸掉了 哈哈哈哈 公平就有點危險 哈哈哈哈 北約簽起來 哈哈哈哈 所以我們也不知道歐洲還可以撐多久 對 那我覺得我們先來看第一個案例 好 這個人叫Purple Bottle 那他呢大學畢業後 在台灣工作了四年 但是因為他家庭環境 從來都沒有出過國 所以他大學畢業後 他就找了一個可以出國的工作 嗯 就是想說啊可以去國外生活看看 現在在日本就在那邊待了很久 然後就已經大概三年都沒有回來了 嗯 然後他那時候剛回台灣的時候 就覺得哇整個大解放 他還跟我們分享說 他其實在日本的時間 他覺得他壓力很大 走路回家都會哭 坐電車也會哭 他說覺得自己是被打敗了 就常常問自己說 這是我想要的嗎 然後就說 聽我們的節目可以紓壓這樣子 然後他就很好奇想問我們說 常常會有一種感覺是想做的事情 別人都做比較好 是不是自己沒自信 二是他目前工作想離職了 那他離職到底要 留在日本還是要來台灣呢 就是他有點不確定 那他自己目前沒有結婚生子的打算 然後但有一個長期交往的男朋友 對方希望他開心就好 可是看到對方和他自己的家人都老了 他就有點壓力 他想說他現在想要你知道 就是去念個研究所 就聽起來會不會太不切實際 然後就問了這麼多的問題 你希望我們來幫他決定他的人生嗎 謝謝Purple Bottle 又是我們經常很常看到的就是 比較沒有自信的朋友嘛 又是 原因是因為他的土星義工 又是土星義工 我們用他土星義工的朋友囉 但是他的土星義工 我們之前講過土星義工 會造成這個人在自我的感覺上 會比較受限嘛 但是他的土星本身是落在強勢位的水瓶座 三分像木星啦 所以我認為說 這個土星帶來的考驗 對他人格的淬煉 是具有一個比較正向的方向的 那第二個是Purple Bottle 本身的月亮屬於比較特殊的空向位 這個月亮沒有跟其他行星有任何的手牽手 所以他的月亮會受到陰晴圓缺 還有行星流域的影響比較大一點 那也就是在這個狀況下 他會在某一個年度 或者是一年當中的某幾個月份 經常性的覺得壓力比較大 然後就在電車上哭這樣 我覺得這是比較正常的現象 月亮的感受比較直接 其實Purple Bottle本身 確實在自信性方面是比較低落的 那他第二個問題其實是有問到說 到底要不要繼續留在日本工作嗎 其實在日本可能就錢比較多 但他到底要為了錢留在日本還是直接回台灣 這個人是個很射手的人 但是木星卻成為整張盤最重要的關鍵原因 是因為木星是太陽月亮定位星之外 木星還落在了天秤座的九宮 九宮我們很常說 跟外國事務有直接的聯繫 這幾個星象綜合起來看 他在國外事務的機會 絕對是比較好 對 所以他不要回來 到底是不是日本 到底是不是現在這個年紀 不一定 也並不代表真正是我本人 一定要在國外做定居的動作 我記得外商公司之前說也是同樣的意思 對 總之我這邊給Purple Bottle的建議就是 他確實要跟外國的事情有關 你要知道哪裡在呼喚你 你對於哪裡比較有歸屬感 這樣就台灣 不一定是歸屬感 他在日本哭成 可是他可能如果他在台灣也沒有歸屬感 我就不會說是台灣 OK 世界那麼大可以去尋覓 好理性 第三個問題 他的計劃是存錢 你念醫救所這件事情 是不是不切實際 不會吧 我覺得不會 而且不是我鼓勵他 是木星九宮鼓勵了他 當然他上身摩羯是一個老靈魂 老靈魂就帶著經驗嘛 可是有時候這些經驗 再好的時候叫經驗不好 所以就叫束縛 好厲害 對 我覺得他目前展現出來的壓力 並不是一個真的會太嚴重的狀況 原因是因為我覺得從木星的真相看到 宇宙很多能量都在幫他這樣 喔好棒喔 這聽起來會快樂耶 所以我希望Proporato可以加油 好 那如果是你 如果回到台灣 薪水被砍半的話 你會回來嗎 基本上目前我給錢財的價錢 是最少的嘛 對 所以我可能就會比較看重 哪裡有適合我的產業 或是我認同的工作環境 如果認真的講錢財 以我自己的觀念 國外的錢存夠 讓我可以在台灣 找很大一筆頭期款 那我就可以回來了 是不是超級實際 因為你們知道頭期款超貴嗎 買什麼東西的話 應該說就是 就是如果錢財這件事是你的定心針 那買房子可能是重要的一個指標的話 這是一個很土象的發言 可是我覺得回到一開始扣道 就是關於到底要不要在台灣工作這件事情 其實應該是可以先評估 台灣到底有沒有給你合適的資源 如果資源真的不夠 我是真的蠻建議大家都先去更適合的地方磨一下 再把今天帶回台灣這樣 那我們中間先跟大家講一下說 如果你喜歡這個節目的話 可以幫我們分享一下這個節目喔 分享分享 那今天我想問說 你覺得怎樣的人 可能容易就在國外就待得很開心 然後就不回台灣了 一定是在國外就要拿女朋友吧 誰要回來啊 誰要遠距離 但大S還是在台灣啊 她男朋友不是回來了嗎 她老公不是過來了嗎 我說之前那個王曉飛啊 那個沒有愛啦 謝謝 我覺得如果從心盤上看起來啦 就是好奇心強烈 適應力強 或者說她很專注於某個領域發展的人 對 這幾個我覺得會在國外待得蠻好的 有一件事是 你在台灣跟出國之後 人設一定會不一樣 因為講不同語言其實是會有一點不一樣的性格 那你在那邊交友就會重新來嘛 那如果你比較喜歡那邊的人設 很有可能就繼續留在那裡 對耶 我每次都覺得我講英文很像Mingirl You are 但我講中文的時候很和善 確定嗎 像Pepa Butter 但是在國外有沒有生活圈那件事超重要 因為我覺得那個起步是很難 像我們那時候剛去上海交換的時候 其實你要找到真的新的一群朋友圈 我覺得蠻難的耶 我們最後好像也沒有找到 因為我們最後就是跟 我啦 我自己沒有找到我跟原始的一群 從台灣一起去的人就是成為好朋友這樣 那也就是一群台灣人 不知道去幹嘛 我那時候因為後來我留下來 然後我就有在其他地方想要找其他朋友 然後我就有去一個很奇怪的 台灣人開的英文 英文分享會嗎還是什麼的 就是他們看聽起來超快的 那就是政大學長解開的 然後那個時候他們在那邊 每個週末大家會用英文 然後分享一個主題 那其實就是以這個名義 大聚在一起聊天 Nerd 我那時候因為這樣 我就去了很多高級的房子耶 就是有一些台灣人就在那邊租 就成功買了很多很貴很貴的豪宅 嗯 但這樣子其實還是 像你剛才講還是台灣人 但現在有網路是不是 肉身在國外的時候 還是可以跟在台灣的朋友 有心靈上的交流 可是你還是要在那邊有生活圈吧 嗯 我覺得生活圈的經理很重要 比如說你在那邊想要課藥 那你就是 要在那邊才來找藥頭 要找到藥頭 對 好那我們來看下一個案例 咪咪呢 她一開始就強言歡笑的說 我就是隆隆最討厭的金牛座 殺掉 哈哈哈哈哈哈 但是她想要詢問一些工作發展的問題 因為她工作了好幾年 然後做了很多不同類型的工作 嗯 然後她發現自己是喜歡跟人接觸的工作 嗯 因為她自己不喜歡一直待在辦公室 然後重複性高那種東西 她就覺得啊 但是呢她自己就做了非常多的工作 然後她自己就開始有一點 不太知道說她現在要往哪一個方向 那她就開始自由接案了 可是發現說自由接案 讓她有點壓力 哈哈哈哈 開始懷疑自己說 到底適不適合就是接案過生活 所以她就想要問你說 不曉得這個東西是不是看得出來 那另外前一份工作的老闆是日本人 然後最近又遇到一個義大利的業主 她想說嗯 常感覺我是不是可以出國工作看看 哈哈哈哈 打來的臉像 哈哈哈哈 所以想問龍龍 她到底適合怎麼樣的生活呢 嗯 先從接案這件事情來講 我覺得接案的性質本身蠻適合她的 哦 因為雖然六公獅子座 已經暗示了她的工作的環境 是希望她可以自己做足 嗯 那自己發揮自己想法的一個狀態 那可以自己做足的賺錢方式 我覺得以接案來說算是蠻合理的一個推測 好厲害哦 就是亂臭的 哈哈哈哈 我想說你能力提升好多 就是這樣是合理的推測 所以她如果說要接案是OK的 但她怎麼會有壓力 對 主要是因為她的太陽金牛座追求的 並不是一個輕易的變動 再加上月亮魔節 需要有一個比較完整的藍圖 才不會就是心驚驚驚這樣 所以我相信她目前轉到接案這個工作 在她的星盤能量上 不管是太陽意志的展現 或月亮內在的呈現 都是她透過累積之前工作的能量 而發展推演出來的 嗯 所以我個人並不是非常擔心秘密的 接案能力 對工作的狀態 對 今天這一集的來賓都好棒哦 你都很值得鼓勵是不是 對 那她第二個問題是 跟國外有緣這件事情 你自己適不適合出國工作 射手座從時掌管了她的九宮跟十宮 木星又是她的命主星 所以這個人跟剛剛的 Purple Top Battle 是一樣的 嗯 有類似的狀況就是她 木星對他們的星盤來講 的能量控制都非常的重要 然後剛好又都在九宮 你就知道大家的 我其實只是看題目內容是一樣 因為我沒有去對照星盤 對 剛剛是木星在九宮 我們的秘密 我也是大致的流水障念一下 對分像月亮 六分像水星 四分像金星 三分像火星 對分像天晚上太陽星 哈哈哈 天氣預報吧 哈哈哈 總之你的木星非常的忙 嗯 那重點就在於說 木星同時作為民主星的狀況 他落在了四宮 嗯 記得四宮是什麼嗎 我記得是家人 如果你要推展到 跟國外事務相關的話 其實自己的國家也是四宮掌管的範圍 國家嗎 對 所在的土地 所以他的命主星落在這邊 但從目前的角度看起來 他的肉身並不一定真的需要到國外去 但他所做的事情 嗯 跟國外有接觸 偶爾去出出差是好的 木星在這邊主要就是希望他可以把他的經驗啊 貢獻或者是他的發展 留在台灣可能是不錯的選擇 喔 請愛國 哈哈哈 什麼結論 欸所以如果有一些星星在四宮的人 比較容易為國打仗嗎 突然天外飛來一比 應該說國族跟種族這件事情 對他們的影響會特別的深 嗯 但愛的反面就是恨啊 還是默然 不管 反正他到底會不會出去打仗我覺得倒不一定 喔 但這件事會影響到他的價值觀非常的深 所以這些人可能就是對國家種族特別的敏感 所以他可能現在看到烏克蘭就會覺得 喔怎麼會這樣 四宮的人可能根本不看國際新聞 哈哈哈 只看一個地方報 哈哈哈 謝謝 那以星盤來講 我們到底要怎麼看自己適不適合出國你覺得 星盤有非常多的真相 講出國這件事情 但我們必須要留意喔 出國這件事情包含 跟朋友出去玩自己旅行 短居長期最遠甚至就是移民嘛 這幾個不同層次的出國 大家在看的時候要非常的小心 就是不要看錯就覺得 欸這集好像很適合移民到國外 哈哈哈 他其實是有層次上的區隔 他九宮有牆 例如太陽 命祖星 或者是木星的介入 四宮比較少人知道的是 他描繪了我們生命結束的場景 你說我會預設我自己死掉的時候在哪裡 或是狀態 What 四宮其實描繪了一個這樣的背景 這我們以後有 太神秘了吧 機會可以再聊 所以如果九宮跟四宮有強烈連結的人 就會暗示他最後的生命的終點 跟國外如果有關的話 他這個人可能就在國外 好像零一片 哈哈哈 第三個適合出國的 變動星座多的人 嗯 變動星座就是包含我們雙魚座 處女座 雙子座 雙子座 還有火象的 雙少座 對 謝謝老師 哈哈哈 變動星座牆的人 他在面對文化衝突事件 嗯 的彈性會比較高 哦 那他在面對一些出國上的困難 或是適應上都會比較好 嗯 那他的好奇心 或是探索世界的方式 對 也會比較高一點 我覺得 我自己加的啦 就我覺得適合出國的人 你如果月亮體質好的人就比較適合 你就不會 莫名其妙覺得孤單寂寞人啊 這樣 在罵那個Purple Bottle 哈哈哈 因為在異鄉 確實孤獨感會 比較明確 對 但你如果月亮強的 有自信的人 你可能不會太在意這個 但如果他月亮弱 但是他在 比如說十一宮很強 交朋友交很多 就好了嗎 欸可是月亮的連結不一定是跟朋友有關聯啊 我可能在 工作之餘 很開心跟沒有喝酒 我回家還是落淚 哈哈哈 我搭電車還是落淚啊 那他在哪裡都會落淚好不好 所以他就更不適合出去 哈哈哈 他就應該給我再假 哈哈哈 怎麼亂解讀 哈哈哈 那你覺得 哪裡可以看得出 適不適合待在台灣 星盤中都有九宮嘛 對 所以大家接觸國外的方式都不同 有些人是實際去工作 有些人是靠追劇 這也可以喔 就是我的意思是說 酒工作的國外事務是每個人都會參與到的 對 但程度的高低嘛 所以現在的問題是說 是不是留在台灣 我認為除非剛剛提到的 跟國外連結真的特別特別強的人 適合把他們推出去之外 其餘的人都給我留著 哈哈哈 爽光啦 哈哈 為了台灣GDP嗎 哈哈哈 因為其實我認為一般中 一般星盤當中描繪的是 就是一個靈魂跟一個個人 在這個土地上生長的樣貌啦 喔 真的 就是除非剛剛講的 特別跟外面的連結比較強的人 之餘的人 OK 大多數都是還是 跟原本的土地 所以大部分人都很適合留在台灣喔 哈哈哈 真的喔 好神秘喔 我自己解讀是這樣 有一件事是我會想 我不希望我的小孩是受天涯式教育 那我可能就會想要留在國外 可能就看每一個人在乎的事情不一樣嘛 有些人在乎的是 COVID的時候大家需要戴口罩 那你就留在台灣 就尋找一個自己喜歡的地方 好像也蠻好的 爸 你幹嘛 剛剛的問題我覺得蠻有趣的 就是我突然想到 但可能有點離題 為了我的孩子而做了這個決定 真的對這個孩子好嗎 我有時候會有一個大問號 嗯 美國女孩就在演這個 但很難看 哈哈哈 美國女孩真的很難看 耶 真的很難看 可是大家都好看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好難看喔 他們一秒落淚 我都不懂為什麼 而且他劇情很淋散 他後面很俗爛 就是他就哭一哭 然後就結案喔 想說結案個屁啊 因為他也沒有把衝突點帶出來 對 他也沒有克服什麼 對什麼角色沒有成長 這件事是整部片我真的覺得 問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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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我們就先不討論這件事 但是要決定說這樣對小孩好不好 這件事情 我覺得還是要有一個持續性的選擇 你不能只是把它帶到那裡 然後就把它帶回台灣了 他就被剝奪了說 他擁有一個穩定的環境的選擇 就如果他想回台灣那我覺得那也是應該是 他可以做決定的 我本身有一點宿命論嘛 那我會覺得今天這個小孩跟我有連結 到了我的手上 就是用我的方式教育他 這是緣分啊 對對對 聽起來還是很可怕 然後呢 要在台灣 哈哈哈哈 要聽一下是教育而且要第一名 哈哈哈哈 沒有啦就是我的意思是說 我好像不會 特地把它帶出國 我不是那個類型的人啊 對 因為很多藝人他們的小孩都會被送出國 小時候 我懂我懂 到底有沒有比較好我是一個問號 然後美國女孩真的很難看 因為那些ABC超愛抱怨的 其實你後來看他們都覺得自己蠻孤單的 對啊 交友圈會斷掉什麼的 我覺得那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點 可是也有一群就是現在也活得很好啊 有能力辦到的話就可以做 那我們來看下一個是很神秘的一個新版 這個投稿人是Stephanie 但是他是幫他爸爸問的 Stephanie呢他就說他爸是家裡有開公司 然後是在中國那邊賺錢的 但是他爸爸最近不知道幹嘛 想要把公司賣了 然後想要回台灣就是可能經營一些新的事情 然後他就覺得說完了 是不是拿不到爸爸的錢了 所以他就很擔心說自己爸爸到底有沒有適合 把公司賣掉回到台灣 然後他很好奇說 心盤上有沒有講說他賣掉公司發展會比較好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大問題耶 怎麼可能會知道這個 小看真心學囉 真的假的 賣掉中國公司這件事情看得到 我沒有看得這麼細啦 Stephanie這樣拿爸爸的心盤有合理嗎 我覺得他應該很在乎家裡是不是會沒有錢 因為Stephanie的爸爸他的出生時間不確定嘛 所以我就用早上三點半來做起盤 因為他的公位比較難預估 這是造成這件事情沒有辦法太做論斷的原因 OK 但是爸爸的心盤有幾個非常大的重點 誰 第一個就是他的水象能量非常非常的高 爸爸是感性人 爸爸是感性的人 而且爸爸的天線能量非常的強 完蛋了控制人 這是兩個真相非常明顯 而第三個就是幾乎算是唯一不是水象星座的月亮 他落在了天秤座 都不能做決定 天秤座有這個之餘 其實天秤座內在追求的是 合夥跟與他人合作 的這樣的一個關聯 他在商業上 他比較容易受到直覺性 或是情緒性的判斷 難怪他說他家會毀掉 哪可以這樣做決定啊 商業決定 因為他確實沒有圖像跟火像的能量 所以我針對這一點我是有點擔心 嗯 但是如果因為這樣 就判斷他爸爸的投資會失敗 會誤看了一點 就是群星天蝎的能量 嗯 晴星天蝎在錢財的使用上會走極端 什麼意思 有控制錢財 或是被錢財控制的傾向 但是天蝎座有一個很不錯的能量 就是他們會觀察 他們會有個很敏銳的直覺 他們會知道進場的機會 不可能 那爸爸起貨就不會虧啦 可是這就跟金星天蝎非常有關係啊 金星天蝎是屬於金星的弱勢位 他們的錢總是 一定會大出大進大出 所以你說每一次的投資都會失敗嗎 我覺得是不一定 那重點就在於說 爸爸的土星巨蟹這件事情 呈現出你們家庭會有早年的家庭 或是他現在後來成立的新的家庭 一定會革命啊 所以Stephanie一定會革命 但是重點是在於對於爸爸個人而言 這件事重不重要嗎 土星被月亮接納 他其實是需要情感上的support 所以家人需要support他比較好 老實說是這樣 但你就想說 他這樣子花錢然後我還support他 這樣不是很荒謬嗎什麼的 就算你們不想爸爸做這件事情 你們跟他溝通的方式 切記一定就是使用 理性的說服一定是嘛 可是重點在於情感上的支持 不要在情感上就先否定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可能上次那個經驗 我覺得你之後可能會成功 但是我們真的不能沒有這個家 讓Stephanie要住哪裡 自稱嗎 我會打他耶 但我說我要講結論 就是我覺得爸爸的整體格局 老實講他的心盤格局蠻好的 什麼叫格局 不是合相就是三分相 就是他的能量算是蠻流暢的 天啊 天蝎的快很準跟給予支持的這一塊 對我覺得 他也辦得到 Stephanie可以參考 情感上的支持 然後討論到說他到底有沒有用哪 今天三個心盤聽起來都是不錯的心盤 可是他們這些人都還是會有困惑 然後就來我們的節目來投稿了 所以如果你自己有疑惑的話 歡迎大家看一下節目資訊欄 來投稿給我們自己的疑惑 寫越詳細越好 我們可以越方便來順著解讀給大家聽 那如果也喜歡我們的觀眾 也歡迎大家抖內給我們喝喝茶喔 那就感謝大家 我們今天就稍微到這裡囉 那我們下週再見 大家晚安 � 새薑 Strength 愁快 每個年輕人 又isis 傑